疫情方面,本土昨天新增45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有12人在宋院前病逝 而几打则是新增死亡病例最多的州属 通报8宗病例 卫生部的最新数据显示 槟城、石兰娥各报7宗死亡病例 霹雳和沙拉月各有4宗 吉兰丹、沙巴和登加楼各添3宗 至于彭亨、玻璃市、纳敏和布城 则是没有新增死亡病例 疫苗接种率方面 全国有76%的总人口已经完成接种疫苗 成年人口的接种率达到95.2% 同时全国至今消耗了97万剂疫苗增强剂 最后请不吝点赞 订阅信息